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再次回到沙巴神学院 在这个周会一同的见面 我只是没有想到第一个周会是如此的见面 那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突发 那我想这一次的开学,一开学就来一个MCO 2.0 这是一个非常突发的事情 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一个突发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未知数一年的开始呢 我今天早上就想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39节 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今天早上的主题 科西马利言的呼召与祷告 科西马利言是一个感染炸成油的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 bahwa Teman Kesimani adalah tempat untuk mengorah buah jaitun 那在路加福音甚至把这边描写成橄榄山 khususnya di dalam Lukas 他 menyatakan ini adalah satu bukit jaitun 那因为在科西马利言这个橄榄山下呢 有一个的花园,一个的果园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 来到这边祷告 仿佛就在告诉我们 一个橄榄炸成油之前必要受的煎熬 我们知道 bahwa sebelum耶稣 disalibkan dikayu salib 祂 datang ke Teman ini berdoa 这种形式的形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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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见耶稣面对更煎熬 更痛苦的 更忧愁的 是祂带着彼得和西比太的两个儿子同去 所以在37到38节的经文这样说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太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情形 我们看在Mathius26.37-38 在这里说 他带着Petrus和两个儿子的基督 在那时他感觉很悲哀 他说他们 我心里很悲哀 所以我愿意死了 继续在这里 那这边描写到的忧愁跟悲伤 到死这样的程度 一点都没有夸张 因为在原文的意思 这一种的忧愁跟悲哀 就是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同学 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会那么痛苦 因为他除了要面对 十字架的痛苦之外 他还要面对一个 重判离青 重背叛的场面 我让他最心痛的就是 他自己在上文 所预言 这一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 现在就在他的旁边 还要带着他 一样的去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老师 各位牧者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面对过 你最信任的朋友 最信任的知识 最爱你的长老 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翻脸不认人 后面还不多一刀 甚至你认为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出卖你 就是他不会出卖 偏偏就是这个 你不认为会出卖的 他就出卖你 你的心情会怎样 这一个彼得 是他最常常 做出头墙的一个门徒 常常说陪伴他的门徒 现在他预言三次 不认为他还要带着他去祷告的时候 你想一下 耶稣当时的心情是一个怎样的心情 所以四十八节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原来抓着耶稣第一个送上他十字架的不是外人 不是罗马兵丁 是跟随他这么多年的一个门徒 而这个门徒用了最亲密的方法 却带出来给了他最大的伤害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耶稣 你在这样的科系马力言 你会怎样的祷告 也许怎样的祷告呢 耶稣的祷告这样说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他说 我父啊 常若可行 求你叫之被离开我 然而不要造我的意思 只要造你的意思 自被迷迷着上帝的愤怒 自被迷迷着上帝的愤怒 因为在四篇七十五篇第八节说 耶和华手里有杯 其中的酒寂寞 杯内满了参杂的酒 他倒出来 地上的二人必喝着酒的杂志 而且喝尽 Khususnya dalam Masmud 75 一章十七节说耶路沙拉那星期星期站起来 你从耶路沙拉他愤怒自卑 沙拉那使人东倒西外的诀以至喝尽 khususnya dalam Yesaya 51 ayat 17 juga menyatakan bangunlah hai耶路沙拉 bangunlah dan bangkitlah engkau telah minum daripada cawan kemurkaan yang aku Yahuwah kururkanlah kepadamu engkau telah minum daripada bekas itu engkau telah menghabiskan isi cawan menyempatkan orang terhuyung hayang 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愤怒 是因为人的罪 而耶稣需要与受苦和死 来为我们承担这愤怒的悲 这样的罪 为什么 Tuhan begitu murka ini adalah karena dosa manusia kita melihat Yesus 我们看见好像耶稣很伟大 耶稣是神的儿子 难道耶稣就没有软弱吗 不见得因为这时候 人子耶稣就表现出 他人性的不求 他说如果可以 求你叫自卑离离开我 各位亲爱的牧者 各位未来的牧者们 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 可能在外人看来 你是在教会的人看来 说你是牧师 你是老师 你已经是神学生了 你的属灵生命 应该承担自卑的 也应该承担的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害怕的时候 也有我们无奈的时候 甚至我们想放弃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说 主啊求你挪开这杯 但我相信 我们还 mempunyai ketakutan 瘟 瘟 瘟 kadang-kadang 我们也想 lepaskan semuanya dan mungkin 我们 berdoa kepada Tuhan 安yakanlah 我 ini daripadaku 然而 耶稣的祷告 只是停在这里吗 apakah doa 耶稣 berhenti di sini sahaja 耶稣的祷告 只是停留 在这人性的软弱吗 apakah doa 耶稣 hanya berhenti di dalam seruan kelemahan seorang manusia 在他 人性 最软弱 的时候 他从 他的人性 当中 表现出了 一句 人性 完全 顺服 的话 他在三位一体的 圣子 人格 当中 他对 圣父说 不要 照我的 意思 只要 照你的 意思 因为他 他在 因为他知道只为有完全顺服父秀恩的工作才可以完成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不是读一般的语言 我们来到学术课程以后出来打一份普通的工作不是 你们今天完全的顺服来到学院的学习是为了要完成一份基督救恩继续元席的工作 而这一份工作叫福音 也许这一个杯是很难的 如果有时候你也会问上帝为什么自卑要我来承担 你挪去自卑吧 你可以在软弱的时候做这样的祝告 然而这个祝告到最后你会不会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科西玛丽远 一个橄楼炸成油的地方 除了要面对三四年课月的繁重 有一些同学老师还要面对家人的分开 加上一些经济的压力 在家现在的MCO 也许你会觉得自卑很苦 那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和你说 好消息就是 这个不是你的科西玛丽远 坏消息就是说 这不是你第一个的科西玛丽远 当你以后面对学业的平静 服事上的折磨 同工们的出卖 会有的批评 你不要忘记 你曾经回应在科西玛丽远的呼召 耶稣在这个时候对天父说 不要照我的意识 只要照你的意识 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里 耶稣说 不要折磨到我 但折磨到你 但愿耶稣这样的祷告 能够成为你我一种警醒的祷告 我希望祷告耶稣 也能够成为一种警醒的祷告 正如在四十一课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路人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警醒自己 让自己的心灵再次更强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如果这个抵抗力不强呢 妈妈就叫我吃这个鱼干油 这个鱼干油非常难吃 尤其是白色那一罐 尤其是白色那一罐很新的 因为白色那一罐很新的 那么我经常说 当我听到,我会觉得我会有点油脂的感觉, 比较油脂的感觉。 后来我吃了很多年,我也长大了,白色那一瓶也过期了。 后来我喝了很多年,我会长大了,白色那瓶也过期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白色的妈妈不是买来给我吃的,是买来吓我的。 因为它让你知道,当有一瓶更难吃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因为它让你知道,当有一瓶更难吃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瓶还是OK的。 兄姐妹,当你知道有一个人喝自杯比你更苦的时候, 你这瓶还是OK的。 你可能会说,它是耶稣啊,是神的儿子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 我怎么可能跟耶稣有的相比呢? 可能我们会说,耶稣 itu adalah anak Allah。 我觉得有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在侍奉上有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在服事上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也不会觉得只有自己在喝自杯。 在这里,有一些 ayat连到神的说明, 神的良好, 是祝福来说的, 祝福来说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纯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传世, 沉重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Ibrani 12, 1-2, 2 menyatakan demikian, Oleh sebab kita mempunyai begitu banyak saksi yang bagaikan awan di sekeliling kita, barilah kita juga membuang segala beban dan dosa yang dapat menjerat kita dengan senang. barilah kita berlari dengan tabah dalam perombaan yang ditetapkan di hadapan kita, saraian kita memhatikan pemimpi utama iman kita, dan penyempurna iman kita, yaitu Yesus. Disebabkan sukacita yang ada di hadapannya, Tabah menanggung penderitaan pada tiang seksa dan tidak peduli bahwa hal itu sesuatu yang memalukan. Sekarang dia duduk di sebelah kanan takta Tuhan. 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一般地围绕着我们. Sedimikianlah lupa kita mempunyai begitu banyak saksi sebagai awan yang mengelilingi kita. 他和你说孩子,你并不孤单. Dan dia menyatakan kepada kita, anak-anak, kita bukanlah sendirian. 他和你说兄弟, 你走过的路,我也走过. Dan saudara, jalan yang kau tempuhi, saya juga pernah menempuhinya. 他和你说姐妹,你流的眼泪, 我明白,我了解你的心情. Dan saudari, air mata yang pernah kau mengalir, saya mengerti saya juga pernah mengalaminya. 而更可贵的是, 你今天的生命 也会以后成为云彩般一样, 成为我们历代见证人 去围绕着我们的接班人. Dan yang paling penting, satu hari nanti kehidupan kita hari ini, juga akan menjadi saksi, dan juga banyak orang-orang, saksi yang mengelilingi kita sebagai awan.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般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知道他们的生命呢? hari ini kita mempunyai banyak saksi sebagai awan mengelilingi kita, bagaimana kita melihat itu? 我们就用, 接下来我们的三年, 四年的学习, 从新就业圣经, 从教会历史, 从心理辅导, 从系统神学, 圣月课程, 各样的线下的神学院活动, 去体会, 去明白, 去了解, 这些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 让他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不是上见证的根基。 所以,我希望, selama三、四年, 即使我们学习新的经历, 在教会, psychology, Systematic Theology, 音乐音乐, 和各样的学生, 这将会让我们看到, 所有的经历, 都会继续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MCO就是最好的提醒, 因为MCO就是 Make Christian Observe, 让基督徒再一次观察。 Hari ini,PKP adalah satu peringatan yang sangat baik, PKP ini adalah menyatakan kepada kita, MCO yaitu observasi bagi orang Kristian. 让我们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观察到上帝的美善, 观察到上帝的计划, 也在我们的呼召中, 观察到上帝对你我的旨意。 Biarlah pada waktu ini, Dalam PKP, Kita mengobserwasi, Kita observasilah kebaikan Tuhan, Perancangan Tuhan, And panggilan Tuhan, Dalam kehidupan kita. 如果有一天, 你在你自己的科系码力, 你不要忘记你的呼召。 Bila satu hari nanti, Kita berguna di dalam zaman Kesimani kita, Janganlah kita lupa akan panggilan kita. 你会对这位呼召你的主说, 常若可行, 求你叫自卑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识, 只要照你的意识。 Bila waktu kita datang ke sini, Kesimani, Janganlah lupa akan panggilan Tuhan, And kita berdoa kepada Tuhan, Jika boleh, Jauhkanlah cawan ini daripadaku. Namun, Janganlah turut kehendakku, Tetapi turutlah kehendakmu. YEN SANGDID的平安, Yi你们同在, ZUFU NIMAN, SING NEN MUNG AN, SYESI YIKUAN. SEMUKA DAMAI SEJATERA Tuhan, MENYETAI KITA, SEHINGGA KITA MEMPUNYAI, SATU PELAJARAAN, KADAAN YANG BAIK UNTU PELAJAR, DAN KITA BOLEH TURUS MAJU. WEMI ICHI LLI DAUGAU. BARI KITA BEDOA BESAMA-SAMA. CINIA DE TEN FU SANGDID, BAPA KAMI YANG DI SORGA, WEMI KANCIIN NI, HUZAU WOMEN, LAY TO ZIBIEN, KAMI BESYUKUR, KANA TUHAN MEMAKKIR KAMI, DATANG KE SINI UNTU PELAJAR. TETAPI, BANYAK KELEMAHAN KAMI TUHAN, TETAPI, BIAR LA ROKUNDA SEMU SENTIASA MEMBERINGATI KAMI, BANG CHANG WOMEN, TENGUKAN LA HATI KAMI, BERIKAN LA KAMI HIKMAT DAN BIJAKSANA, BIAR PELAJARAN KAMI, BIAR PELAJARAN KAMI PENU TINGAN ANUGRAH DARI T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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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